真是好大口气 只是审介算算他年纪 待过两个月 行过家关里 也的确是该谈婚娶了 他笑道 你这般想法 侯爷可知道 知道 燕林剑在腰间 转着手腕 随手甩了甩马鞭 姿态潇洒 九重宫进就在前方 他先将自己配件解下了 才道 父亲说 江府师叔传家 且将大人如今为户部侍郎 长的是实职 早年圣上登基 是他密宋谢先生进京 也算从龙有功 又与先生是朋友 他是江家嫡女 与我勉强算的上士 门当户对 待十一月行过关里 便请人上门提亲 你小子平时 既不搭理 京中那些顽固 宁愿淑女向你献媚 你也半分不彩 本王还当你年少不知儿女士 是以清心寡欲 谁想到你这背后早有成算 看不出来啊 沈介细一琢磨 慢慢回过点味来 且我昨夜最后 行指还并不梦朗 只不过是今晨醒来时 无意搭了搭她肩膀 你便赶着来告诉我 她女儿家的身份 还说自己将来要娶她 燕琳 这可护得太过了点吧 正所谓是朋友期不可期 燕琳先前那番话 除了提醒沈介江雪宁 是姑娘家 往后该与她保持些距离之外 也是明明白白地 将江雪宁圈进了她的属地 盖上了她的印 好在旁人生出什么想法之前 绝了旁人的觊觎之心 少年这点小小的心思被人道破 难得俊颜威红 声音却比先前还要大一些 像是这样 就能掩盖掉什么东西似的 护着怎么了 我愿意 就这么霸道 沈介听得不由笑起来 二人在五门前停下 燕琳交了配件 与沈介一道 往右国会集门去文华殿 当今圣上 也就是沈介的皇兄沈郎 是在四年前登基的 任何一朝 地位更替之年 都是凶险万分 沈郎登基的那一年 也不例外 先皇并糊涂了 将沈郎进足于宫内 还不知怎迪发了灰药送他去封地 一时门下之尘都乱了阵脚 幸而有谢威入京 当真算得上横空出世 先稳住了沈郎在京中的势力 又请了明依将先皇的病治好 这才有先皇立下一兆 传位于三皇子沈郎 谢威 自居安 出身于金陵望族谢氏 也就是施礼 旧时王谢堂前宴的那个谢 只是道德本朝时 谢氏已尽没落 他二十岁就中过了禁室 也进过了汉林院 只是不久后 金陵就传来丧报 说谢母病逝于家中 谢威于是丁幽 回金陵 为母守孝三年 三年后 他二十三岁 秘密回京 正逢其事 一朝之间 网狂拦于祭岛 助沈郎顺利登基 便与元基和上一道 成为了心地最信任的人 无实职在身 却封为太子少师 宫中久无皇子 也不必跟皇子讲课 反而跟皇帝讲课 可以说是虽无帝师之名 却有帝师之识了 最近秋一转梁 沈郎见感龙体不适 曾几次密诏内阁三大俯臣入宫 具体谈了什么 无人知晓 但从上个月开始 沈郎便发指 选招了一些宗室子弟 入宫 与他一道听经言日讲 这里面还包括他几位兄弟 也包括沈介 燕林与沈介到文华殿前的时候 日讲已经开始有一会儿了 门口守着的太监总管黄德 一见他俩来 便连忙凑过来弯腰 低声极道 殿下和小侯爷 今日怎么这么晚才来 都讲了两课了 你二位这时候进去 必要被少师大人看见的 昨夜喝酒时开心 哪还记得 今日要听日讲 沈介和燕林对望了一眼 觉得头疼 这位先生谢威 向来是宽颜并济 人倒有古圣人之一风 但颜底里也不大揉沙子 上回颇得圣上喜爱的严平王 不过迟了半课 也没敢声张 只悄悄从店门旁溜进来 谁想被谢威看了个正着 竟当堂将他点了出来 要他把昨日讲过的 蓬党论背上一背 颜平王年少贪玩 哪里背得出来 站在那吱吱呜呜半天 闹了个大红脸 谢威也不生气 反温声请他回去坐下 说昨日可能是他讲太复杂 记不住正常 将过则揽到了自己身上 颜平王坐下后 真是羞愧万分 当天回了自己府中 便挑灯夜读 次日再到文华店没吃半分 不仅顺顺当当 把蓬党论背了 还背了建太宗师私书 叫人刮目相看 从此就奋发向上了 颜平王再丢脸 也不过十四岁 还能辩解说 自己是个小孩不懂事 可燕林和沈介 年纪都不小了 要脸的 这会儿看着文华店店门 听着里面隐隐传来的奖学生 一时都觉得头皮发麻 有点怵 还是黄德机令 琢磨了一下 给出了个主意 少师大人一向是有事 当场就发作了 一旦时间过了便不追究 也从不跟谁翻旧账 上一局 今日送上来一张古琴 圣上送了少师大人 一会儿两奖茶些 必要是琴 少师大人爱琴 不如殿下和小侯爷在后上一后 带少师抚琴在尽 想必能敷衍过去 沈介燕林顿觉得救 忙向她一一 多谢公公 说完字悄悄去片店等待不提 星号 江雪宁也不知 燕林和沈介这时辰 去宫里听经言日讲 会是什么个光景 她二人走后 她也很快踏上了回府之路 京中大大小小的街巷 她年少时差不多都走遍了 刚从客店出来 还觉得有些陌生 不大对得上方向 好在没两步 旧日的记忆便渐渐复苏 很快便找到了回江府的路 街上人来人往 小贩们挂起笑脸 高声叫卖 有年幼的孩童 举着面人儿追逐打闹 一切一切凡尘烟火气扑面而来 沾染在江雪宁眉梢 她原本紧绷着的身体慢慢放松下来 这才终于觉得重生这件事真实了起来 不再是先前面对着沈介 燕林时那种混混顿顿幻梦一般 现在她不是皇后 也不用总住在那四面高墙圈着的昆宁宫里 江雪宁走在这街上 就像是鱼儿回了水里 连脚步都轻快起来 江府就在槐树胡同 也不需走太远 没一会儿便瞧见了那珠红色的大门 坦白说 她对江府并没有十分深的感情 毕竟她十四岁才回到京城 之前都在通州的田庄上长大 由父亲江伯游的小妾婉娘养着 拿她亲娘的话讲 是被养废了 江雪宁的身世 有点说道 她本是父亲嫡妻梦氏所出 可当年梦氏怀着她时 正与婉娘闹得不快 婉娘是扬州寿马 被人送给父亲 后来抬了座妾 颇受父亲偏爱 也正大着肚子 据婉娘说 是梦氏捏了个错处 要把她撵去庄子上 婉娘也不是什么好相遇之辈 眼见自己被撵去通州田庄的下场已定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趁与梦氏同夜生产兵荒马乱之际 把她生的女儿 同梦氏生的女儿换掉 婉娘的女儿从此摇身一变 成了江府迪小姐 锦衣玉食 学礼之意 换作江雪惠 梦氏的女儿 则随婉娘去了田庄 纵性天也间 大家闺秀的规矩 她是半点不知 这倒霉的梦氏的女儿 自然就是江雪宁 还好婉娘对她很不错 也教她读书识字 也教她妆容玩香 并没有任何可待 江雪宁现在想想 婉娘的算计是极深的 因为四年前婉娘病重 竟直接修书一封进京 吐露当年梨猫换太子的实情 这一下江府整个炸了 茶食之后 京中就来了人 但婉娘也懒得同他们废话 撂下一句 毁之婉蚁 便撒手人寰 留下个烂摊子 梦氏恨极了婉娘 可婉娘到底也没磕待了她女儿 还留下毁之婉以一句话 证明她有悔改之心 她没办法再跟一个死了的人计较 更无法迁怒到江雪宁身上 江府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 出了这样的丑事 不好大张旗鼓 大姑娘虽是婉娘所出 可自小养在梦氏膝下 端庄贤淑 与梦氏已有了母女之情 又与当年的事情无关 若恢复妇女身份 恐惹人耻笑 婚事怕也艰难 所以府里上下合计 选了个折中的办法 那就是假称江雪宁年幼时 被大师批命 十四岁之前有祸 必要远避繁华才能度过 便将她送至庄上 当作寻常人家孩子养着 如今十四已过 自然接回府中 江府如此便有了两位嫡小姐 江雪宁刚回江府时 尚算拘谨 梦是让学什么就学什么 努力做个大家小姐 可江侍郎辞父心肠 格外怜惜着命苦的女儿 更有几分愧疚之心 便多少有些溺爱 时日一长 江雪宁性情就交纵起来 连江雪惠她也欺负 后来认识了燕林 更是谁也管不得 你把男装的事情投回败露时 梦是气地骂她 果然是婉娘那个小贱人养出来的 江伯友也终于觉得有些出格 可架不住她由燕林带着出去玩 少年燕林网江府拜会过一趟 同江伯游说过一顿话后 府里便默许了这种行为 若江雪宁女扮男装 那都叫她表少爷 上上下下一起打掩护 全当江府里真有这么一号人 所以现在她回来 门房也就是金的眼皮子一先 连忙把头埋了下去 畏畏缩缩地叫一声表少爷回来了 京城地价金贵 江伯游站的虽然是户部侍郎这样的时缺 可毕竟只是个三品官 家中殷实也不敢太张扬 四近的宅院做得小而精致 江雪宁还记得自己这时候住的 应该是西厢房 隔壁就是江雪慧 上一世刚回来时 她见着江雪慧 是既自卑又嫉妒 性情骄纵后 便总借着她本事切身的身份拿捏她 默许下人坐见她 她抢了江雪慧入宫半读的机会 她甚至抢了江雪慧的婚室 审见原本重义的那个人 其实是江雪慧 只是她仅有一方手帕作为信物 并不知到底是江家哪个小姐 由此被江雪宁找到了机会 江雪慧后来嫁了一颗的近视 随她出京了 也就年节内外 命妇入宫朝拜的时候 江雪宁有再见过她 可也都远远的 只听说她过得还不错 现在又要面对这位 似乎夺走了本该属于她人生的姐姐 江雪宁多少有些复杂 想回自己房里之后就思考一下 以后要用什么态度对待江雪慧 可她才走到五郎下 就听见一把掐着的嗓音 明显是个婆子 大姑娘这话说得真是可笑 我们屋里人多 你屋里人少 这份力我们多拿点怎么了 您是什么身份 自己还不知道吗 甭说是你 就是二姑娘 来了 我也不处 我呀 是当年去接过二姑娘回府的 她对我言听计从 我教她 往东她都不敢往西 你 五郎下立着一位穿天青袖缠织连纹 对子的女子 鹅蛋脸 柳叶眉 五官虽没有江雪宁那般妩媚惊艳 可眉眼间自有一股端庄之气 此刻却浮上来一点怒气 这是江雪惠 她身后跟着一名穿笔甲的小丫头 面前三不远的朋友 则是个穿金带银的妇人 唇下一颗黑痣显出几分刻薄 嘴角勾起来一侧 看江雪惠的眼神是满不在乎的嘲讽 江雪宁走过来时 正好站她背后 她没瞧见 听见她那一句言听计从 她没瞧便呼地挑了一下 她怎么不知自己对谁言听计从 那妇人是江雪宁房里伺候的王兴嘉的 原在孟氏身边伺候 当初的确是去庄子上接了回来 一路上对她还算照顾 后来江雪宁便向孟氏要了这个人 从此以后 王兴嘉的对着她跟对着再生父母似的 恨不能跪下来舔 被地理怎么这得性 王兴嘉的看不到江雪宁 正对着她的江雪惠却看了个一清二楚 这一瞬间真是心都凉了半截 府里这妹妹是出了名的混世魔王 正争执着结果眼上来 只怕又要不分青红皂白 闹出好一番难堪来 她身后立着的丫头腿都在发软 哆哆嗦嗦 朝着江雪宁喊了一声 二 二姑娘好 王兴嘉的身子顿时一僵 但转过身来时 先前的跋扈和讽刺 已经消失了个干干净净 满面的笑容 热情又谄媚 惊喜极了 哎哟 我的二姑娘 您可回来了 老奴在家里炖了乌鸡汤 还准备了您最爱的凤梨酥 她说话的时候 还殷勤地向江雪宁伸出手来 似乎想要扶她 那手腕上戴着一只清玉镯子 玉质剔透 色泽盈润 一看就是上好的和田清玉 江雪宁低了眸一看 瞳孔忽然就缩了一缩 这镯子 前世婉娘临去前拉着她的手 她当时虽知婉娘不是自己亲娘 凡是将自己抱走的恶人 可毕竟相处了这么多年 也不知道其中厉害 并未对婉娘生恨 所以她以为婉娘是有话要同她说 谁想到 婉娘将这镯子塞到她手中 竟是哀哀地对她道 宁宁 姨娘求你见识 你若回府 看到大姑娘 帮我把这个交给她吧 江雪宁当时只觉得一盆凉水 当头浇下 也许她对江雪惠的嫉妒 便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等婉娘去了 她回了江府 这镯子 她却弃于霞中 宁愿烂着 都不给江雪惠 等后来她遇到许多事 想起婉娘 想起旧日种种 再要寻着镯子的时候 却是再也寻不着了 没想到 竟在王兴家的这里 江雪宁静静地看着王兴家的 面上的神情忽然有些变幻莫测 王兴家的还在笑 看您这一身 一定玩累了吧 老奴伺候您回屋 然而她一抬眸 触到江雪宁眼神 不知怎滴 背脊上一股寒意 顿时窜了出来 江雪宁也不看旁边的江雪惠 只轻轻一扯唇角 瞅着王兴家的 以前怎么不知道 你本事这般大 连变脸的绝活都会呢 我这次从来的 有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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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有点好 有点好